是我的朋友阿俊的 Hello 我是阿俊 我是子参姐姐 Hi 你好 今次来江门认识的第一位嘉宾 洛文俊 他大学毕业后 参加了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来到江门的香港五一总会工作 现在江门已经成为了他另一个家 这里就是我们总会的办公室 哦 你在五一总会是项目统筹员 其实你的工作范围是包括什么 工作范围是包括江门的香港人 跟他们联系 看看他们的就业或创业方面 有什么需要帮助 哦 Hello 这位就是Hermie 阿俊的工作就像一道桥梁 只要在江门的香港人有需要 他都会尽量帮忙 像Hermie 他是在江门创业的香港人 制作了一些精品想在这里销售 阿俊就帮他联络政府 看看有没有一些政策 或者资助可以帮到Hermie 我想问一下 其实除了Hermie这些案件 还有没有其他的帮忙 当然还有 像这些品牌 我就要联系政府 但可能有些很细微的 譬如有某一个香港人来跟我说 他的回鄉政可能就快到期了 这些都关你事吗 我都要帮的 那我们有什么都可以找你帮忙 没问题 我回鄉政快来帮忙 我问一下 顺便 顺便 阿俊的另一项主要工作 就是推广五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这次我们就专程跟他一起 去拜访葵毅的传承人 到了…我们到葵毅了 这位就是余老师 你好… 我今天的工作就是来采访余老师 余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问你 你从事了葵毅工作有多少年 今年来说我已经有大十四年的时间了 其实葵毅是什么呢 葵毅就是我们葵氏所产的葵工艾品 传统的话我们都以葵氏为代表 这也是一些我们上了一年多的老人家 他们比较喜欢的 我们现在年轻这一对 其实更多就是符合我们现在的审美的要求 从这个重新的方向 做很多新的产品出来 你把线挺漂亮的 原来葵毅除了做葵线之外 还有这么多手工品 这个是一个咖啡套 挺现代的, 一些都不猜到 这个袋子很漂亮 很适合你 真的? 它这些是很调的一些设计 是, 这个应该比较适合你 好 不知道他们做完访问了吗? 过来看看 好可爱, 我喜欢你两宝小葵鲜 很多很精美的葵鲜 你们两位去哪儿了? 这么久忘了人 我们去看那些很经典、很现代的东西 到处看看吧 大家都看完了, 对吗? 是 那我们下一站就去金宝茶那边吧 好… 好, 喝吧 乾杯… 哇, 金宝茶真的很香 吃製了, 喝一杯就立即爽快了 对 金宝茶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接近二百年的历史 阿俊带我们去探访的 就是金宝茶的第六代全成人 罗先生, 不如你拿一个年份最高的 给我们的主持人看看吧 可以吧 这个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哇 有多年了 一层起肉味 哇, 很香, 中阳 对, 中阳的 已经放入一层香着的肉香味 如果年份长一点, 你想起来 它的味道会纯香一点 还有陈香味就会大一点 金宝茶是云南普里 和新会甘的完美结合 据说它有化痰止咳 消灭提神的功效 我觉得这个镇店之宝 二十多年的金宝茶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是她女儿出生那一年 她去做的 我觉得直接可以给她女儿做嫁妆 很有…那种情怀 这里就是江门必去的景点 开平自力村碉楼 阿俊, 你有没有来过这里 我当然来过 开平碉楼这个景点 大多数江门人都来过 有吗 那我们现在进去看看 好 我带她们进去看看 那这座天囊有没有什么事件性 当时十九到二十世纪 出去做事的那些 即是我们俗称的金三亚八 他们赚到钱就会回来这里建 但是他们不是一次过建一栋 他们都是赚到多少 就回来建一栋 赚到多少就回来建一栋 我慢慢建上去 那些楼梯也挺低色的 我可以一次过纳五级 是啊 哇 客厅也挺大 是啊, 这里真的挺宽敞的 咦 为什么这里有一个洞 是啊 那个年代的治安就不是很好 会有很多山贼 过来这边可能就打架劫射 就是这样 接着这两个洞 最主要的用途就是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贼人 如果真的进来的话 就可以在这个洞 屋主就可以拿枪在这里 就打它了 是啊 哇, 这个设计很好啊 想都想不到 这个设计就算是警戒也可以 是啊 你很坏啊 恭喜 哇, 很舒服啊 哎 哇, 这里是空梁水冷啊 简直 我想问一下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在香港发展的呢 为什么后来会决定回来这里呢 哦 其实呢 我一毕业 我也是打算在香港发展的 因为我入籍的那间公司 是一间初创公司 是 疫情原因 它没有办法开业 是 那我就 这个大湾区青年设计的计划 是啊 那我就试一下 那机缘休合之下 就回到国内做 哦 其实18个月职业结束之后 你会不会继续留在这里工作呢 都要看看18个月之后 公司那边有什么安排 还有政府还会不会有这个补贴 去资助我们这些年轻人 在这边发展 喂, 阿叶 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是阿叶 这个是阿俊 你们两个呢 都是参加了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的 坐下, Kim 好 哇, 真棒啊 这个就是江门最出名的 一个特色美食的黄山饭 然后要吃最正宗的黄山饭 就来我们这个台山 哇, 好烂啊 黄闲饭被列入江门史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特色是鲜甜香浓 拆肉炒香的黄闲肉 配搭本地出产的白米 加入大量的姜丝和葱粒 香噴噴的黄闲饭 真是令人食指大动啊 好美哦 你们都认识很多香港的年轻人 你觉得香港年轻人 如果来到光门这儿做事呢 有没有什么优势呢 我觉得的话 江门是华侨之间嘛 所以说那个香港的年轻 来这边发展的话 可能在文化上方面的话 大家都有点那个正同感 所以他们融入到这边的生活 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 而且江门这边的城市的生活 比较休闲了 所以说大家来到这边的工作 都非常的轻松 我觉得以前是在香港 也有做过拍摊 认识过那些香港朋友的 那我认识到有一些 都比较有想法的 我觉得有想法那些 是很适合过来江门这边创业的 因为江门创业的成本 可能会相对于一线成市的话 成本会低很多 嗯 很好啊 真的可以想 好 我们可以勤奋点 快点吃完这个黄闲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